sixt 눈도 马上停车 对 听我来 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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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去看看! 走路吧! 快 站住 有事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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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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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是我吗 我是应该关你叫朱敏 周小敏 还是喜向孤争 不要 快走 慢点 慢点 别 警官 别到了 还需要绕片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拿什么换我姐 你想怎么跟她换 马老都是一座迪炮 人家有的是人 就不用咱俩是人的哥吗 人多怎么 你就好好的把他们看好了 到时候甭管他们多少人 我也让他们老老实在帮我姐留在这 好 弄死你 你疯了你 你哭啥你 把灯锅闭上 装棚卖啥呗 你不把问题交代清楚 甩什么大鼻涕啊 我快过河了 我们的人已经找过了 安心染根本不在你说的那个地方 你是不是在骗我们呀 所以说 都到这份了 我梦你干嘛呀 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哪知那俩兔崽子跑哪去了 他们是不是背着你 把人藏到别的地方了 他们俩跟我那么多年了 我知道他们 他们不敢 怎么这么多电话 都是扣他们的 谁的电话钱 我的 接 喂 我是谁你不用管 你要是想接你那两个兄弟 就带我姐过来换 他说那俩兄弟 还有那女大学生 都在他手里呢 他是谁 他没说 他说 朱敏是他姐 会不会是那二黑啊 二黑是谁 二黑是我亲弟弟 他是干什么的 做包工头的 在哪当包工头 在哪都干过 专厂 工地什么的 现在在哪干呢 现在在石瓶石磨矿 具体位置 离他现在住的地儿 搬两个山 再走无理地吧 他手里有什么情形 他平时就爱玩刀 你来干嘛 你管的又不来找你 朱敏在吗 朱敏在 你去吧 你们干嘛去 有事 出发了 来 来 嫂子 喝点水 你放心吧 他们不会有事的 再你叙点吧 不用 不用 你别说 这水一喝下去 心里松快多了 你这不挺会体贴人的吗 怎么还和远君别扭上了 他去找你了 对呀 我今天就是为你们俩的事来的 到底怎么回事 小子 你根本不知道 好多事你都不知道 我是不知道 家下都有本难念的经 可不管怎么的 两口子的事就心平气和的坐下来聊呗 有什么大不了的你说 我跟他这种人呀 我不可能心平气和的 你这是埋怨我是不是 你们俩可是我签的事啊 不是不是 嫂子你误会了 哎呀 行了行了 你不用说了 是不是你工作干的太好 他拖你后腿了 哎呀 这算什么呀 干工作和过日的 它是两码事吗 我跟你说 君婷 作为女人 你在外面干的再好 你工作再要强 你在家里 又有另外的表现 小刚快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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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李宗监 多 empowered 优优独播叐道 用忍麓 自然 未经其 Прав 姐 姐 你怎么来了 你还在哪儿 走 走 走 就是 里边呢 然后 不是 别动 别动 拿到某个 封闭路 封闭路 封闭 犯他 把枪抱一下 我叫提过来 张响 哎我说 哥们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先冷静下 真的真的 你们像这样好不好 女孩到外面 我来替她坐在这好不好 你有什么 有什么我问你 不说我们是警察 警察怎么了 我间花一把 我干什么 都听到我快 我的 你怎么能看这个人大膩 你怎么 天下 我给你冲动 我不能给你天使手 好 走 快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离婚 我清楚是你在做什么 如果对底部我开 我就去街道 这不是不给你开的 你干嘛那么急呢 还有一个比我更急的呢 介绍新开了吗 开了 离婚协议 我也找人咋好 你再看一下 我弄财产就得一块 咱俩也没有孩子 你要再想要什么 咱俩在上面 我什么也不要 我办完手续以后 我会找到车 把我跟一坨书都来走 你没有一件的签子 你没有一件的签子 我先走了 再考虑民众局见 我不跟你说了吗 我对你的感觉从来都没有变过 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发誓啊 你不用再说了 我是不会再提你的 就这样吧 元月 是不是跟小黄又拌嘴了 没有 你的事啊 妈还不知道啊 这两个人要在一起的话 那就要学会相处之道 你看我跟你爸爸在一起 生活了这么多年 还不是 妈你别说了 是他先不理我的 元月 你不知道 你们俩相处的时候 爸妈开始是多紧张啊 那不就因为你的对象 她是个警察吗 做警察的女朋友 那有多苦啊 我只是希望她下班以后来找我 难道这也是个难题吗 你就没有了解了解 她下班以后公安局里 有没有什么事物 她走不开 离不开公安局啊 元月 听妈一句话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如果你觉得 你们这段感情 经不住考验 妈也不勉强你 要是你觉得 这段感情 是你的真爱 不妨 你就尝试尝试 小黑熊的牌子 你也清住了全部的心血 你怎么会眼睁睁的 看着那女人 把这牌子给砸了吧 咋什么咋 我还不清楚吗 她这么做 完全是为了公司 未来的发展着想 公司发展到现在 已经到了爬梯子的街道 如果不和大的乳业 进来整合 那我们只能永远待在寒家 做一个目光短情 产品底下的地方品牌 这样做有什么出息啊 那你这是怪我起人忧天了 没错 我算你什么人呀 我哪有资格 跟你说这些话 哎呀 你烦不烦啊 传道桥头自然指 有些事啊 我知道会怎么做 怎么 你现在真讨厌我了 在你心里 我是不是不如莫静怡 我就那么贱 一个甘心为了你 自毁虔诚的可怜的女人 不过 我是不会后悔的 因为我发现 莫静怡正在 一点一点的失去你 哎 今天 我眼泪 想早点休息 哎呀 我先去洗个澡 要有帮忙吗 嗯 不用 哦 甜 yeast 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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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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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构筑了一整套的先进的自动化的集奶和加工设备 从而保证出厂的产品百分之百的合格力 公司还建立了稳定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 说实话 我很伤心 这其中有一种被人欺骗的感觉 被谁欺骗的 我丈夫 他跟我说 他已经离开那个女人了 处翘曾经是你们凯峰的员工对吧 是啊 还是我把他招进来的 我一直觉得 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孩子应该很自重吧 但我没有想到 他给我丈夫仅仅做了五个月的助理 两个人就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 所以你就把他开除了 这种事情还用我说吗 是他自己主动提出离开的 您丈夫在生意上有没有仇人 在我的印象里 他不可能因为做生意结什么仇人 那你觉得行凶的会是什么人呢 跟一个多事多非的女人待在一起 男人迟洒要出事 他怎么多事多非了 这个我就不太知道了 只是我一个推断吧 他那么有姿色 在生活中 他不仅仅只有我丈夫一个男人吧 我想 是不是又有什么男人为他争风吃醋呢 提到争风吃醋 我觉得女人也有这个可能性 在这件事情上 论嫌疑 我的嫌疑比谁都大 但我可以告诉你 我是一个心智非常成熟的女人 已经过了为情所困的年龄 其次 我非常非常尊重法律 难道你就不希望 有一天你丈夫彻底离开楚窍吗 不是我希望不希望的问题 我可以断言 就算我不做任何的努力 他们的关系也不会走得太远 为什么 男女之间的情感再美好 也是有约保质期的 一旦过了这个保质期 再好的东西 也要丢进垃圾箱里 这是技术处在线上提取了凶手的嫌疑 由此可以推断 凶手大概升高在1米75到1米80之间 体重的在75公斤之间 这跟楚窍吉艾屏提供的凶手外部特征的基本纹合 现在我们正准备把它跟数据库的存储 进行有效的比对 我来就想听听你们的看法 老杜 你行凶手 凶手进入之后就开始行凶 我认为他劫财的可能性基本上可以排除 从案件的性质上分析的报复巡舟或者行杀的可能性加大 吉艾屏一共来了13刀 从凶手下刀的部位上看 刀刀都是奔着要命的地方去 只要凶手真正的目的 是处窍或者戒口去 目前还定不下来 这样整个案件的性质就无法确定 凶手是奔储俏去的 但是无意之中就撞上了季海瓶 这才保住了储俏的性命 如果这种事想成立的话 那么储俏就是凶手的目标 而案件的性质显然就是情杀 按照你这种说法如果凶手割成的话 最大的受益者应该是墨景丽啊 对啊 我怀疑他顾着杀手 不会吧 她可是女企业家啊 企业家只是她的社会角色 她必定是一个女人 一个正常的女人就不可能 对自己丈夫的不忠熟视无睹 局长 我的想法和韩姐的想法完全相反 我认为是储俏或者是季海瓶 利用苦肉计进行买熊刷刑 说说您的苦肉计 这件事呢是储俏策划的 凶手也是他顾的 因为这样做他有很多便利的条件 比方说他可以在季海瓶来的时候实施计划 再比方说他可以事先安排凶手 在屋里的某一个隐蔽的角落 等待合适的机会 通知凶手行凶杀人 储俏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他可以激化季海瓶和莫婷婷之间的关系 使他们反目甚至是离婚 这样储俏和季海瓶之间不明不白的关系 也可以有一个说法 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 他也可以通过这件事情 拉近与季海瓶之间的关系 那你说说季海瓶雇兴的可能 季海瓶不杀手 这是真正的苦肉计 但是他的目的 我暂时还没有想清楚 我认为苦肉计没有可能 凶手在季海瓶身上留下了十三刀刀刀之命 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 他这么玩命也太不值得了吧 作为一个好的刑警 就得有想象力 往往就能找到破案的方向 哎 光一光 进步很明显 韩君廷敢说敢想直到表扬 哎 老大 你低头想什么呢 啊 我记得比利时啊 有一个大侦探叫Polo 他的办案方法挺有意思 我觉得可以跟你们讲一讲 他呢 是站在被侦察者的位置上 通过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 来推断每一个嫌疑人的真实心态 来寻找不过这种肯定 我觉得这个方法 我是挺受启发的 嗯 回到咱们那个案件 哎 墨静怡 季海平 楚鞘是这个三角关系 大家现在非常非常重视这个三角关系 但是我想提醒意见 咱们不能一事顿事 而老在这个圈里转来转去的 而忽略它周围复杂的社会关系 以及社会背景 因为他们的背景跟关系都是很特殊的 季海平 墨静怡 他们在咱们寒江市是很有名企业的 事业上也有建树 有没有这种可能 在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下 除了楚鞘之外 有这么一个仇人存在 那我觉得这个案件的性质 一丝大 不能进 诶 凭什么不让我进啊 总裁需要进养 那你跟他说一说我是来给他送饭的 不行 我们经理说了 谁也不见 你们也太不像话了 这是医院 又不是凯封 你们有什么资格不让我进啊 起来 你要干什么 我只是想来看看他 我告诉你 现在不行 以后也不行 你别苟张人事 就算让我走 也能不着你说话 你还敢来叫醒我 这光天化日的 你还想把我怎么样 什么人啊 怎么随便就打人呢 你去病房吗 我在这边看看 警察 让我吩包一起 刚才打人那人是谁啊 我没看见打人啊 你小小年龄怎么睁眼睛说谎呀 那人 那是我保安不及你 叫金葵 你放开我 你还要不要脸啊 我又不是来看你的 你管得着吗你 我干嘛管不着 我是在执行董事长的命令 你要不让我管 你别往那凑合呀 墨静怡给你什么好处了 你这么帮狗吃屎 怎么了 演气了 你要是成为凯封的老板娘 我天天给你洗澡错呗 流氓 你敢这么对我 你想过没有 如果季海平娶了我 你会是什么下场 会有这么一天吗 你以为你还是 莫董喜欢的处助理吗 你别做梦了 我告诉你 如果你不尽快地 从总裁身边滚开 你会越来越惨 是不是处理 你还敢打我 你给我听清楚了 你以后再跟我较劲 这地上留的 就是你的脑僵子 滚 好 你记着 你会为今天的事 后悔的 威胁我 我后悔 我等着你早上来修理我 我等着 冷 好 您伤势好点吧 公司有我呢 你就好好养伤吧 董事长 有客人 那我先出去了 好 等等 有事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面吧 不会吧 你是不是腊月出生的 不是 我是阴厉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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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奇怪了 那你怎么爱动手动脚的 那奇怪了 新回去像一个地区流氓 你说凯峰 为什么用这样的人做白鸡经理呢 我也奇怪 你说他对处俏怎么这么不客气 我觉得 我们应该查这个人的点 这个麻麻 还让志军来帮我 我 我也奇怪 哎 志军 我是虎子 帮我查一个人 他叫金奎 对 金奎 凯峰乳业的保安部经理 男的 男的 我跟你讲 查的时候呢 最好不要京东北人 好 就这样啊 哎 我们回队吗 去找出校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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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来找我 想跟你了解一个人 是 金奎 他就是个开门狗 我最好一个人叫明星提起他 是因为 他今天在医院打了你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们今天看到了 那你们为什么不抓换 你们不是警察吗 警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抓的 再说 你当时不也还手 看来你们是什么都知道了 但是我们今天来 是想跟你了解一下 凯峰乳业的事 包括诺静怡和金奎 你们是不是都以为 我是那种违逼仕途的女人 不过说了 我也不会相信 其实让我和季海平走到一起的 确确实是爱情 在存在婚姻关系的前提下 你要再这样做 会不会 不道德 我也是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我也是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但是对道德这两个字 我却越来越好 你能告诉我 他怎么解释吗 道可能是天体运行的轨迹 而德呢就应该符合这个轨迹 好 你最好把这个话 告诉莫静怡 看看他是什么反应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们以为他是凯峰的董事长 就一定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吗 他的历史 可比我的要肮脏得多 不信你们可以去查一查 看看他是怎么当上这个董事长 又是怎么把季海平变成他自己仗位 喂 哎 是我 绿莉 我现在在外面呢 行 谢谢你了 好 待会见 拜拜 不好意思 我得先走了 我的一个朋友帮我收拾我的东西 今天晚上我要搬到他们住去 太晚了 我们送送你吧 哎 谁这么缺德呀 太危险了这个 哎 哎 这是我们家那边君子兰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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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lson 嗯 一 嗯 李 Caesar 现在怎么办呀 那这就是rom蛋的 嗯 嗯 趕快收拾东西去吧 我 哎 我 我 这安全吗 应该没问题吧 走吧 走 主校当初要不是去凯峰应兵的话 说不定也像他那个女朋友一样 是个老师 那样也不会有现在的烦恼 不过我觉得他烦恼原因 并不是说他当初进了凯峰 而是说他和纪海旁 这个很不正常的感情 是啊 在凯峰面前 女人总是容易被自己的目光所蒙蔽 按你说 就算楚笑死了 莫静怡就能保证自己的丈夫 不去招惹别的女人吗 你的话意思好像是说 莫静怡是幕后主持 我真的怎么认为的 就换了别人 也不会对楚笑那么感觉杀绝啊 我觉得我没有必要 对莫静怡进行一些手段 我觉得最好不要使用手段 那我好会把事情给搞砸的 反正啊 我觉得这人挺阴险的 他热心公益的那套表现 说不定就是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 而进行个顾名调略 喂你好我是铁虎 啊不定你呀什么事 出事了 你告诉我具体位置 我马上赶过去 哎呦你们真可来了 刚才把我吓死了快快快快 莫静怡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不辛苦 多喝一点 哎呀我不想喝了 刮风了 刚才那个人就在这 他往那边跑了 要是保姆不在 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先进来吧 这次情况已经发生过吗 哦从来没有过 董事长 您没事吧 哦还好 你们辛苦了 金先生这从哪来啊 哦我在厂子值班呢 我也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 董事长 您现在别再担心了 我从厂子带了十个保安 他们会昼夜不停的24小时守护您 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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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